欢迎收看112年7月10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庄舒婷 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 具有历史记忆的严臣第一公有市场 经过改造之后成为传统市场的典范 总统蔡英文特地南下 在市长陈其迈的赔同之下 造访这座由中央大力支持修缮经费的新市场 为了让偏乡学童也能够认识媒体试读 中家宽评港独庆联特别为六规国小学童 规划两天一夜的媒体试读欢乐营 小朋友除了体验一日主播之外 也化身小记者采访大人物 让小朋友们都觉得收获满满 首一波青春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开打 这一次总计有110队 4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 刚好市长陈其迈担任开球嘉宾 希望年轻朋友利用暑假期间 多到户外走走 养成运动习惯 减少长时间使用3C产品 以及接触网路上各类犯罪的机会 具有历史记忆的延城第一公有市场 经过改造后成为传统市场的典范 蔡英文总统特地南下与陈其迈造访这座 由中央大力支持市场修缮相关经费 携手打造安全舒适美观的购物环境 现在已成为高雄许多传统市场学习典范的轻盈共事 延城第一公有市场是很多高雄人共同的记忆 总统蔡英文特地南下与高雄市场陈其迈造访这座 具有历史意义的传统市场 陈其迈感谢中央大力支持市场修缮相关经费 携手打造安全舒适美观的购物环境 现在已成为高雄许多市场的学习典范 大家看到很多补助其实都是重要补助的 所以都是蔡总好很用心 照顾我们的长辈 照顾我们的年轻人 让这里还有个澳湾地方政府 其实有时候也没有那么多钱 所以这里是很多我们的 大家高雄人共同的记忆 陈其迈表示 延城第一公有市场的成功 不是靠市政府 而是长辈年轻人大家一起努力 这才真正是一个包容城市 是一个有人情味的温暖城市 也让别具历史风乏的老岩城一带 有了许多新活动 新思维让旅客看见高雄新活水 总统蔡英文表示 这几年每次来高雄都觉得越来越热闹 除了演唱会活动一个接一个 也有越来越多的景点吸引年轻人来高雄 也希望高雄的年轻人把高雄的市场 变成有传统的 有未来的 朝向亲吟共事的趋势迈进 这几年我们每次来高雄都觉得越来越热闹 不仅是演唱活动一个接一个半 也有越来越多的景点吸引许多的年轻人来高雄 我们也希望高雄的年轻人把高雄的市场 一个一个的攻占 把它变成有传统的 有未来的 我们一起亲民共事的这个军事 我觉得这样子 高雄会真的非常地时尚 非常地好玩 也会吸引更多更多人来到高雄 所以刚刚市长讲 这个是中央出钱的 这个钱我觉得花得难值 高雄现有公有市场41处 列馆民有市场52处 摊集厂76处 随着时代的变迁 现代人采购习惯改变 市府与中央攜手积极推动市场再造 近三年共进行了72处市场 摊集厂改造与活化 总共核定经费近4.3亿元 是历年最高 记者潘志光高雄报导 为了让偏乡学童也能认识媒体试读 中加宽评港度庆联 特别为六规国小学童 规划两天一夜的媒体试读欢乐营 小朋友除了体验一日主播之外 也化身小记者 前往中加宽评高雄都会台台庆活动 采访大人物 小朋友都觉得收获满满 来到中加宽评高雄都会台的全国元年台庆活动 六规国小学童化身小小记者面对与会贵宾毫不畏惧 拿起麦克风采访贵宾们 对于中加宽评高雄都会台有何期许 以及对六规的影响 我是港督新闻记者吴宇军 现在来到高雄都会台庆现场 访问到的是黎智铁里长 请问您有去过六规吗 有 我有去过六规 那你对六规有什么影响深刻的事情 你觉得六规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六规真的是风景美 人更美 而在前往台庆活动之前 中加宽评港督清廉的同仁们 就已经为小朋友上了认识新闻媒体的课程 了解电视节目和新闻的产制过程 以及如何辨别新闻续习的真假 之后还演练新闻采访技巧 以及到摄影棚参观 并且站上主播台体验播报新闻的紧张感觉 很紧张 有些字很难 我念超快 我很紧张 在台庆的会场中 中加集团副董事长兼执行长赖贤武 也为小朋友办法结业证书 对于小朋友的表现给予肯定 校长也感谢中江宽评港督清廉的用心安排 透过寓教娱乐的方式 让小朋友更认识媒体试读 那在这里我要再次的代表我们的小朋友 谢谢高雄都会台 那也期盼未来所有的摄影机能够延伸到偏乡 把更多偏乡美好的事物 山景人情都能够在我们高雄都会台展现 让更多人认识原来高雄这么美 隔天参加媒体试图欢乐营的小朋友 前往高雄一处大型游乐园游玩 感受暑假欢乐的气氛 园方也特别安排园区吉祥物和小朋友见面 体验一秒来到欧洲 一站满足的国际级娱乐体验 非常喜欢 然后我最期待玩的是水上设施 第一次来到这边吗 对 所以很开心 对 晕下飞车 很恐怖 还可以承受 可以 我们今天非常欢迎 就是我们六规国小来参加 就是中家集团青年电视台 这边办的媒体式读营 那第二天来到我们的一大游乐世界 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六规国小 可以在我们的全台唯一 希腊情境式的一大游乐世界里面 可以体验到希腊神话 出发 天乡学童学习资源比较缺乏 中家宽平港都青年 特别为六规国小学童 规划两天一夜的媒体试读欢乐营 让小朋友在暑假期间 增长对媒体试读的知识 也能够充分玩乐 为暑假留下美好回忆 天乡学童 媒体试读欢乐营 家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疫情解封 国境开放 不少人都纷纷出国旅游 但就有可能在消费时发生消费争议 因此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与韩国联合会 进行友好交流 除了相互学习之外 并且签订伙伴互助协议 透过彼此互相合作 来处理可能发生的消费纠纷 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与韩国消费者联合会 进行友好交流 并在双方代表致辞之后 由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理事长 麦仁华 致赠惠奇 以及精美礼物 给韩国消费者联合会理副会长 接着双方进行这一次的签约仪式 我们这一次跟韩国的消费者协会 前一阶队主要他们是希望跟 我们台湾这边包括政策上 包括技术上 包括我们的消费者保护协会 对市民的一些保护措施的机制 希望能够互相交流 能够互相学习 然后他可以带回去 让他们的消费者的一个 保护权益可以更精进 我们来到这边的目的是 在农场这个阶段 是怎么样管理这个食品安全 然后希望了解一下台湾 怎么样让消费者容易 辨识出HESOP的认证 有什么比较好的方式 我们想了解一下 有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是 CPAT这个学会也是非常努力 那个检验 然后提供给消费者 非常重要的资料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印象 透过签订伙伴互助协议 就近协助处理消费纠纷 再加上近年来 韩流席卷全台 不少国人也会透过网路购物 购买韩国流行文化的商品 以及到韩国旅游时 若是遇到消费争议 民众或许会不知道向谁申诉 以及在语言沟通方面等等的问题 因此透过建立联系机制 也能让民众在国外消费时多了一层保障 那买了以后 有时候东西寄来寄错了 或是少寄了 晚寄了 那不知道要找谁 通常都要透过 我们这些争议处理的单位 在我们行政消保处 本身也有跟韩国的 这个消保单位有签一个MOU 就是说不仅是在政府 那在民间 其实也有建立这样的一个机制 甚至台湾消保协会 跟韩国这个CUK 建立的关系 还在我们消保处 跟韩国消费者院之前 虽然都是2019年 但是同样这些管道 都是可以提供消费者来参考运用 透过台湾与韩国 这次的消费权益交流 除了在互动中 促进彼此之间的友好之外 也能够增进消费者保护上的权益 记者黄冠维 庄书亭高雄报道 岗城市政府今年7月 同时推出国中以下身心障碍学生 课后照顾专班 以及公佑延长照顾服务 为孩子家庭在平日课后 及寒暑假期间 提供最优质的照顾服务 高雄市政府长期关注身心障碍学生 与家长的需求 所创全国之先 全面开设国中以下 专属身障碍的课后照顾专班 每学年预计投入3500万经费 家会近签名身障碍家庭 这一次市政府特别安排了 暑期的身心障碍特教专班 对孩子来说真的是减轻很多 家长们的负担 因为现在双亲家庭很多 家长们都忙 暑假时间身心障碍的孩子又比较辛苦 所以这次的这样的照顾服务 真的是给这些家长很大的帮助 减轻他们很多的负担 延长照顾服务政策 能减缓父母课后 及寒暑假安置孩子的困扰 家长称赞幼儿园提供延长照顾服务 幼儿园用心规划课程 可以将小孩安心交给学校 家长也能放心工作 减轻家长负担 整个公佑延长这样的照顾 扩大服务是对父母的负担减轻再升级 所以我们非常支持这样的政策 那接下来其实在公佑延长之后 扩大更多的照顾之后 其实就是整个教学品质 要再更提升的时候 那教学品质的提升 其实跟整体预算的配置 也是很大关系 所以对未来教保员 对未来老师的薪资水平 再让他升级的话 一定可以兼顾到 整体服务的量能提升 以外教学品质也可以整体提升 我认为这样才是一个 走向正向循环最好的方式 因为像我本身跟就是老公 我们都是双新家庭的部分 那因为如果有这个课后班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 帮助照顾小孩 因为其实是一起上班 没有办法照顾到小孩的这个部分 对对对 所以有这个部分就可以减轻我们的 就是照顾小孩 也不用担心这个部分 高雄市教育局将持续投入 教育资源 提供更多服务与创新 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 获得平等学习机会 期待专班陪伴孩子 度过最美好暑期 提供更多支持与关爱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首一波青春三对三篮球赛正式开打 这次总计有110队4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 高雄市长陈吉麦担任开球嘉宾 致辞时也希望年轻朋友利用暑假期间多到户外走走 避免沉溺网络世界不慎触法或被害 更要特别注意反毒品反诈骗 避免求职陷阱 首一波青春三对三篮球比赛开球 为鼓励青少年参与正当休闲活动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举办首一波青春三对三篮球赛 并邀请高雄市长陈吉麦担任开球嘉宾 希望借由运动赛事让孩子们养成运动习惯 减少长时间使用3C产品 及接触网络上各类犯罪的机会 最主要是希望说我们的年轻朋友 有时间的话可以多到户外走走 所以也特别来宣传相关的 不管是毒品或者是罩片 或者是相关的这个 在这个治安反毒等等相关的这些工作来特别举办 因为这个是我们一年来在暑假的时候都会举办 陈吉麦表示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举办青春专案三对三篮球赛 希望年轻朋友利用暑假期间多到户外走走 避免沉溺于网络世界不胜处罚或被害 更要特别注意反毒品反诈骗 避免求职陷阱 放下3C手机多到球场运动 并注意自身安全与水分补充 高雄市暑假在爱河湾也有许多水上活动 希望大家玩得愉快 这次熊样杯首一波青春三对三篮球赛 开幕表演也特别邀请钢铁女神雅典娜 当刚演出揭开序幕 职业啦啦队精湛舞技火速炒热球场7分 随后球星出场与小球员们互相交流 现场氛围瞬间媲美职业篮球赛 这次三对三篮球比赛 参加对象为高中级国中学生 由同学自行组队报名参加 总计有110队400多名选手参加比赛 为了增加学生的犯罪预防意识 警察局除了延续有关防毒、防炸 及网络安全的相关队名活动 也安排高雄钢铁人球星 在现场与参赛队伍进行犯罪预防宣导互动 针对儿少性隐私、性剥削、毒品、诈欺 等青少年益处罚案件 借由寓教娱乐的方式让青少年了解 同时也让到场加油的观众们 一同了解犯罪预防的重要性 记者潘志光高雄报道 暑假到来 在享受亲子出游时 又想要避开炎热的天气吗 高雄博二VR体感剧院 现正推出暑假特别版 总计有六部VR电影选择 三人同行一人免费的优惠 是观众朋友清凉消暑的优质选择 迎接暑假的到来 亲子想出游又担心炎热的太阳 这时可以选择来高雄博二VR体感剧院 吹个冷气 体验不一样的电影欣赏 消暑又刺激 其实看VR如果大家 如果看到画面里面 就会觉得很特别 它其实跟我看电影不一样 它其实要戴个头鞋 那VR体感剧院 它其实是全台 我刚刚说 全台唯一一个VR电影院 它特别设置了30个 像鸡蛋一样的椅子 观众可以坐在椅子里面 然后戴上头鞋 它就会 因为它是可以360度旋转 所以电影它就是360度的画面 到处都是故事 让你去寻找故事在哪里 这是跟一般看电影 非常不一样的体验方式 所以我们说这种叫沉浸式 你几乎在沉浸在整个画面里面 去感受一下导演办理安排 所有的剧情和画面 高雄电影馆这次推出 共计有国内外六部知名VR电影 从惊悚刺激到自然环境 还有时光跳跃 47亿年前的地球眼镜 让娇哥疏离的古生物 活生生近距离的呈现在眼前 在暑假的时候呢 特别就推出了六部影片 那其中有很多影片 其实蛮适合老少协议 和家观赏的 像如果大家 要看到教科书里面 看到那种地球发展的历史 那其实看Discovery或是看 一些什么百科全数 看会很多很累 那我们这VR9 13分钟就可以让你看到 47亿年间地球发展的过程 然后而且VR跟一般看电影 或看电视不太一样 是在于说 它是用体验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恐龙走过你旁边 高雄电影官表示 因为不同于一般电影院 场内VR互动弹型座椅 每场仅提供30位民众体验 而360度影钉票价150元 更是暑假党独有推出 并还有三人同行 一人免费的超值优惠 抢先够票就可以抢先体验 记者李嘉隆 高雄报导 高雄市议员黄柏林 长期推广新制图法学程 将其融入社区与学校当中 更举办公厅会 邀请市府局处各单位代表 以及专家学者 希望在公司协力下 透过新制图法融入各种学习 帮助更多受众 能有更好的发展与成长 教育要从小扎根 市议员黄柏林 为了帮助小朋友学习 长期推动新制图法学程 融入社区与学校当中 更举办公厅会 邀请市府各单位 及专家学者 希望透过教育 让下一代在人生与学习上 能够有所改变与成长 全台湾已经超过170场 3万多个学习 我们许孩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希望大家多思考 然后这个学习很有趣是 它可以让孩子 然后参与 跟不同不认识的孩子一起讨论 然后讨论以后 最后还要画成一张图 在这过程里面 还要有一个人上去报告 它就是一种团队的互动 还有团队学习 我觉得非常棒 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有不少名人 学习新制图法 与会专家也表示 新制图法的核心价值是 画繁围检 能用图像学习 快速帮助记忆 新制图法的核心价值 叫做画繁围检 把复杂变简单 所以我们让小朋友 在结局的过程当中 进入一个心有的状态 忘我的状态 然后他会去看一篇文章 把了解文艺 把它重点抓住了 它透过有系统 有逻辑的分类 变得更简单 变成一张图 那张图他可以用 右脑图像机 很自然就记住 所以就达到 他的学习的目的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这样做 然后世界上 目前比较知名的人士 有比尔盖茲 发明温柔系统比尔盖茲 还有JK罗林写出 哈利波特这本 全世界队创架小说的 做的都在使用 市议员黄柏林 希望心智土法能够让各市府局处 共同参与 提供大家能有更多学习机会 我也希望各局处把这个概念 放在他的局务推动 我相信政府的效能更好 高雄市民会更幸福 在公厅会上 市府各局书代表 对于推动心智土法学习 表示认同 也针对如何将心智土法课程 融入受众当中提出讨论 心智土法 它是一种教学的素材 是一种工具 那所以我们是透过 我们教师的先培训 我们的国教辅导团的 专任辅导教师 跟兼任辅导教师的培训之后 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到校咨询 或者是专业的支持团队 到学校去 然后做陪伴 可以把这样子的心智土的概念 带给学校的老师 让学校的老师知道 这一种的教学工具 可以启发孩子 他的无限想象 黄议员在办理这样子的课程 一直以来都会把相关的讯息 提供给我们辅助的孩子 那我们的18个社福中心 社会局的18个社福中心 我们服务的孩子 如果有这方面的讯息 我们都会把这个资讯提供给案家 就是我们的家庭 服务的家庭 那他们也都很高兴说 还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参与 市议员黄柏林强调 好的东西要推广出来 公司竭力相互结合 相信在新智土法学程的持续推广下 对社会 对教育 都会有所帮助 记者苏焕军 何文鱼 高雄报导 暑假来临 面对电力满满的孩子们 高雄市教育局 要家长免担心 2023高雄儿童艺术节 正式登场 今年儿童艺术节 有音乐 戏剧 舞蹈 马戏等表演 还有高雄学生美术连展 人气主题市集 现场并设置邮剧 铜腕 集系水汽店 将魏武营都会公园 打造成大型艺术梦幻乐园 高雄儿童艺术节 主活动将在7月15 16日 于魏武营都会公园展开 为主活动软身 假日在高雄巨蛋 护卫广场 举行各学校学生 联合展演 水疗国小带来太古 呼克力律 舞蹈 以及扯铃表演 让观众近距离 欣赏学生们的成果和热情 水疗国小 就是我们大树区的水疗国小 是一个 非三非四的 比较偏乡的小学 那每年呢 我们都把握这个 儿童艺术节的时间 来参与 更多学校交流的 一个艺术活动 那我们学校 比较没有办法呈现的 就是一个精英 或者是一个社团 非常 才艺非常杰出的 一些社团的展演 但是呢 我们平常赋予孩子 很多多元的学习的机会 那我们透游这个儿艺节啊 让小朋友的社团 可以充分的来做一个交流 那我们这一次来的社团呢 有太古队 有我们的乌克利利社团 也有我们的舞蹈社团 也有我们最近才成军的 扯铃社团 那这家孩子们平常的学习 扎扎实实的 那我们把握每一次机会 让孩子去比赛 或者是展演 那今天这个活动 当然也是我们年度很重要的 一个参演的活动 信义国小带来夏日组曲 乐器合奏 学生们演奏出动人心弦的音乐 吸引现场家长与孩子的目光 大家好 那我们是那个信义国小 异彩班 那这些 我们平常的话 都有做一些乐团的练习 然后也有各比课的练习 那每年都有出去比赛 然后也有到各地去 跟各校进行联合展演 像今年的2月28号 我们就有在师大的音乐厅 跟很多的 跟很多的那个 艺材班或者是国中 那个 凤西国中 还有一些其他艺材班的学校 进行三校联合展演 教育局表示 今年的活动精彩好玩 欢迎亲子一同参与这场夏季盛事 无论是观赏精彩表演 近距离欣赏学生创作 儿童艺术节将带给大家 难忘的艺术体验 美好回忆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2023歌子系移动式戏院 联台本系大会演第一季 已占地300多屏超大型舞台 融合看戏玩戏的 沉浸式体验空间 歌子系南部三大天团 及歌子系天王大集合 耗资千万全新大制作 由秀花园戏剧团 音艺歌剧团 和明华园天字戏剧团 轮番登场 精心挑选不同风格的 歌子系内台时期经典剧目 由民间发起的 2023歌仔系移动式戏院 联台本系大会演第一季 8月起 轮番在高雄市立文化中心广场开演 300多屏大型舞台融合看戏 玩戏的体验空间 演出歌仔系内台时期经典剧目 主办单位我们特别从德国进口了 一座移动式戏院 内部将近有300平空间 高度将近有4成多高 一般户外活动都是热得要死 现在天气很热 人家说这个落尾火烧烤 对吧 所以我们里面还可以吹冷气 而且我们剧场结合商场 我们前面除了看戏以外 还有好玩好吃的 有无法体验的内容的东西 把它整个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300平的空间里面 除了看戏还可以玩戏 还有美食可以吃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创造更多更多 跟艺术跟商业结合的部分 所以那一座舞台 可以耐17级正风 是非常大的 而且是台湾首创 对对台湾首创 然后也是从560年代到现在 我们第一次又重新复兴了 那台歌仔戏的形式 用连本戏的方式 连续剧的方式来做呈现 歌仔戏南部三大天团 以全新15场联系剧大戏 每天呈现不同的剧情 5天为一档戏 为观众呈现更丰富多样的剧场体验 我们这次小朋友 其实呢 主要是记者会呈现 但是呢 我们后续呢 会在我们的前台的部分 会带动大家 他们变成小小志工 所以孩子是这样子 跟我们的文化一定要接触 因为我们习惯3C产品了嘛 至少让孩子呢 可以透游表演戏剧呢 跟触角又更广 然后有多更多的互动主动 然后可以呢 让自己呢 更认识我们自己的文化 因为呢 停下杂志曾说过 我们的孩子呢 不认识自己的文化 拿什么跟世界接轨 所以我们希望透游这次的联台本系 让孩子呢 接触更多我们的文化 主办单位也发起看戏做公益的活动 与企业及高雄一百多家养护中心 和社福团体合作 让长辈及弱势的孩子们 有机会到现场看戏 除了推动文化平权 更期待重现戏院 歌仔戏联台本系风华 作为意后 振兴传统戏曲化产业的第一步 记者李正道高雄报导 超强党国家级活动 总统府音乐会 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登场 超过一百五十位表演者跨界演唱 更有许多不同国家的重量级歌手现身 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南下 和民众一同感受音乐的温暖力量 来自立陶宛的人生乐团 Jes Aslan 带来当地的民谣 以及台语歌黄昏的故乡 惊艳的台语咬字和唱腔 展现台力双方长期的友谊 进去台语歌后黄飞 也难得合体不带戏歌后 吸清同台飙歌 让台下的观众大饱耳福 更有在地乐团灭火气和阿花面 为这场演唱会带来动感 以及嘻哈的元素 压轴的台语混血歌机 一轻咬更以台语演唱望春风 并与高雄市日桥学校的 70位小朋友合作 唱出台日之间的友好情谊 今年总统府音乐会 首度开放民众锁票 并且在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户外音浪提案设有大萤幕转播 更在近20个平台同步直播 让更多的民众 能够透过现场参与 聆听属于台湾的声音 丰富的音乐饗宴 共有五段主题 跨越传统和现代 融合古典与摇滚 串联两个小时的精彩节目 秉持历年来公益性 以及推动音乐平权的松址 总统蔡英文也南下 和民众共同领赏 要透过这场音乐会 让大家共同感受 音乐温暖的力量 重温台湾多元缤纷的时代之歌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法式冰淇淋至少要有 40%的水果含量 热爱法式冰淇淋的老板 于是决定融入台湾当季水果 做出匠食级低脂无负担的冰品 老板也感谢有青年局的青创补助 让它可以拓展厂房 增加冷冻设备 让法式冰淇淋可以在更多通路 与大家见面 小朋友兴奋的到柜台结账 橱窗中五颜六色的冰品 这些都是法式冰淇淋 店员先是挖取草莓口味 接着再加入艾文芒果系列 最后交到客人手中 老板佩妮提到之前在法国吃冰淇淋印象深刻 因为里面的水果含量 一定要至少百分之四十以上 这让冰淇想到台湾式水果王国 不如就把在地水果与法式冰淇淋做结合 去法国旅游的时候 吃到当地的法式冰淇淋 然后觉得超级好吃 后才发现法式冰淇淋的特色是 水果含量一定要至少四十%以上 才能叫做法式冰淇淋 所以我就想到说 那我们台湾是一个水果的宝道 那用台湾的水果来做成法式冰淇淋 应该会非常的好吃 所以后来回来台湾之后 就因缘忌讳的认识了一位法国的主厨 那他刚好也是想要在台湾 开一间法式冰淇淋店 对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 然后他就来台湾 我们就一起花了两年的时间 那去研发一些用台湾的水果 制作的法式冰淇淋口味 小朋友吃着法式冰淇淋 一口接一口停不下来 佩妮也表示自家的法式冰淇淋 与市售冰淇淋的不同 没有化学添加物 匠师也会与当季水果结合 推出精致少量的法式冰淇淋 水果含量有60% 对身体也比较没有负担 我们的话是工匠冰淇淋 就是匠师会依照每一季的新鲜水果 去配置出不同口味的冰淇淋 而且因为我们是 非常小量的精准的制作 那而且我们的水果含量呢 有达到60% 是市售冰淇淋的近两倍以上 所以我们吃起来是会有 非常浓郁的水果的风味 可是又不会像一般的冰淇淋 这么的甜 然后这么的腻 而且非常的健康 逼致 还好有青年局提供的清创补助 让佩妮能够安心扩大厂房 增加冷冻设备 让法式冰淇淋可以在更多通路 与大家见面 我们有在做B2B这一块 就是我们有在做口味的研发 然后口味的冰淇淋批发 那所以清创补助的话 可以帮我们扩大我们的厂房 并且增加更多的冷冻设备 然后让我们可以在更多的通路 跟大家见面 那因为我们今年也有一个新的 就是活动外汇的企划 那也是需要扩大我们的产量 所以清创补助在这一块 对我们的帮助其实非常的大 租金跟身材器具的一个补助 总共15万元 那身材器具主要就是协助清创店家 在扩大营业规模 比如做冰淇淋产品的一些 冷冻设备的使用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协助清创店家 能够营运越来越具有规模 能够越来越好 青年局也提到 今年清创补助已经截止 将近有300家事业通过 也欢迎其他清创事业的青年 明年也能申请清创补助 记者苏焕君和文宇高雄报导 高雄古山区的这间卤肉饭 隐身在住宅区的公园旁 外观虽不起眼 但海陆双拼卤肉饭的家常美味 成为不少居民和上班族的口袋名单 甚至有常客一个月能造访27天 台湾身为卤肉饭王国 从餐厅大厨到家中厨房 手艺各有千秋 在高雄古山区这间隐身在住宅区公园旁的小店 由三个热爱美食的好朋友共同经营 向大家分享儿时记忆中的美味卤肉饭 小时候家里都有在做主吃的这样子 然后都是做那种肉燥饭 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儿时记忆的这道料理拿出来 然后让大家一起品尝 然后一起享用看看这样子 让你有那种回到家的感觉这样子 常常在家里面吃饭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调味也都做得比较少这样子 就没有那种精致的调味这样子 都是呈现食材的原味与天然 除了将家中食谱搬上菜单 老板也在卤肉饭上头 放上新鲜的牡蛎和虾仁 搭配红葱头制作的古早味肉燥 猪肉香气迸发的同时 又能吃到新鲜的海鲜鲜香 结合成海陆双拼的奢华美味 这个是我们的就是比较主打的虾科双拼这样子 那像蚵仔的部分啊 我们都有要求就是一定要是那种最大颗的这样子 然后去每天去市场买的时候啊 我们都有强调说我一定要拿那种干颗这样子 不要泡过的 那虾仁的部分也是 就是一定要是那种整个完整性的 然后也是要选比较漂亮比较大字的这样子 然后就是简单的清水清烫这样子 保留它食物的鲜味 肉燥的部分的话我们的做法比较特别 我们是那种古早味的这样子 我们主要是有做那种红葱头的这样子 算是一般比较吃不到的味道 就真的是小时候家里面就是煮的那种 儿时的记忆就是儿时的味道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麻辣干面 那面条我们特别选用那种比较有Q度 比较厚紧的那种拉面这样子 那里面的这个辣椒油啊 是选用大红跑花椒 所以我们叫它焦麻辣干面 就是强调它有一个花椒的香气这样子 味道会比较重 而且有那种焦麻香 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项产品 要餐厅吗 这间家常料理的客人和订单源源不断 老板透露有常客一天造访两次 有客人甚至一个月能来27天 显现老板对于客人和料理的执着用心 也让餐厅成为附近居民和上班族 时常回访的口袋名单 只为品尝属于记忆中单纯又美好的滋味 记得周福庆李凡飞高雄报导 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信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高雄台南屏洞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30到34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 气温31到35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31到36度 伊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 气温28到33度 想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YouTube频道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就不会错过咯 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 我是张淑婷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